请你们不要逼本席动用警察权 蓝绿高雄市议员包围主席台还有人挂彩 会长陆石美决定动用警察权 因为有议员流血受伤 本席宣布动用警察权 请把全部人员叫开 五六名警察走进议会殿堂 动用警察权没解决冲突 反而引爆另一波冲突 拉扯推起通通来就快叠下主席台 六七名警察就像人肉盾牌 架起人强阻挡 将是两个小时警察第三度进场 铁了心要把主席台上的民进党议员 一个一个往台下拉 仔细看六七名警察惨变夹心饼干 眼看控制不住冲突 副议长陆鼠美继续呛 你不要来 不要来我动用警察权 全部都给你们跟出来 我说真的 不论是议长还是副议长 如果动用警察权 要来对待我们民意的展现的时候 我们很担心高雄市变高谈市 被国民党议员宋利斌推倒的林志宏 撞到电脑 痛批动用警察权 让高雄市为变成DC电影中 犯罪率最高的高谈市 而国民党政府议长动用警察权 早就不是第一次 你给我做事了 还有36名 那警察权进来 动用警察权 让你第二次 拖出去 2012年议长徐坤元 也曾动用警察权 把民党议员拖出去 当时被指控滥用警察权 这回审查总预算 韩市长不来 不向市民说明 25位民进党高雄市议员 超过50万票的民意 也因此被忽视 三级新闻 最后不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